大家好,我是来自中国的人权律师,我叫王宇 王宇在预录片段说,因为代理人权案件而受到打压,被关押,远禁同判刑 仍然希望为推进法治尽一点力 我作为一个法律人还是希望能够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 也希望能够在中国社会上实现人权法治,也实现一个公平和正义 我代理的案件过程中,我也看到这种司法的腐败和堕落 我觉得我有义务来推进法治 所以我也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 为中国这个法治和公平正义来大喊 49岁的王宇是今年美国国务院颁法国际妇女勇气奖得主之一 但是没有参与视像颁奖礼 国务卿布林肯说关注中国其中一位最杰出维权律师失联 王宇推特的最后更新是上个星期六发文 说由广州回北京途中因为检测问题而被制留机场 他的朋友律师陈建刚说 王宇和丈夫星期日开始没消息,电话没人听 他报被天津港道的国保人员带走,下落不明 王宇处理过多中敏感案件 是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第一个被捕律师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,第二年获颁国际人权奖 去年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执业证书 国务院上星期四已经公布今次得奖名单 表扬黄宇和来自缅甸、白俄罗斯等一共14个女性 为争取和平、公义、人权和平等展现勇气 也特别表扬七个被刺杀的阿富汗妇女领袖 有线电视机就在国斯瓦报道